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2月4日 今天是星期六 繼續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 跟大家進行這個廣播 昨晚睡到凌晨4點的時候 收到一個短訊 可能大家也知道我睡了 短訊 不只一個 類似幾個朋友傳過來 恭喜我 我一看是甚麼事呢 原來是這樣 那麼就是這個騙徒 這個 這個基本上 我想是騙民傳過英國 傳過倫敦 每個人都是一片叫好 在英國這個圈子裏面 很多人都是一片叫好 你也有今天啦 此類的此起彼伏 那麼我首先要更正這個 外面有些 媒體說法 很多在Facebook也好 在IG也好 英國人權倡議組織 Face of Hong Kong 這個絕對是錯誤的 這個組織偷了我們的車 8000多磅 當時我是打算找他 幫忙做司機 誰知道 車也被他偷了 不單是偷車 連我們買樓 找銀行律師 去 辦的手續 他也把我們的資料全部放出街 而之後我的信用卡被人家盜用了 我也懷疑是他撿我的卡 因為當時我幫他買東西 我也沒有收回的錢 這些人渣 當然 偷我的車那個就不是陳世德 是他的矮子拍檔 只有五呎高的矮子拍檔 陳宇軒 Nikolas Chan 陳宇軒和陳世德狼狽為奸 陳宇軒和陳世德狼狽為奸 不單是偷我們的車 周圍騙人 將健仔的女朋友只有15歲 夾到他 周圍籌款 拿著他 好像那些人球一樣 周圍去逢人就問人拿 好了 先讀新聞 陳世德1月29日 在倫敦街頭 遭到數名男子襲擊 頭部受創 兼 含日昏迷 據了解 他當日去到倫敦 參加了 一個 Museum of Hong Kong 舉辦的香港節 離開這個建築物的時候遭到伏擊 逃人發現之後報案 事後也被送院治理 襲擊發生後 英國警方立即 立案 說一早已經收到消息 有組織針對他懸賞重金 目前這個襲擊已經交給英國警方 反恐指揮科調查 你還要 這個詐騙有沒有詐騙科 我們報了警 警察沒有查 連覆我們也沒有 報警只能夠用Email 很多人叫我為甚麼你不報警 大家知道 在倫敦 在英國 全國英國 你逢家被人爆隔 只要不是磁械行劫 又拿槍 基本上 沒有人理會你 警方問你安不安全 安全就是不理會你 你自己就好好照顧自己 然後過兩天就會寄一本小冊子給你 教你怎麼防盜 所以 在倫敦基本上 你說好好治安也是 你說不好治安也是 英國也是 很多地方被人爆隔 再跟大家說一下這個爆隔 這些盜竊問題 其實也很多 因為英國警察嚴重 警力不足 我們也知道他不會做事的了 我們報案也沒有用 所以呢 我們 不了了之也算了 好了 現在 終於叫做 惡人自有惡人 公義得道彰顯 好 當然這傢伙 當時 他主動去 聯絡我們 主動去找我們 不斷跟我們說 吹開他在香港有甚麼人脈 不斷 還說他是做這件做那件 又說自己開那輛 推土車 自己在西灣河還是 太古開著推土車 又說那個是他來 然後又說他是 香港區港島的行動總指揮 帶著一大班人做事 其實呢 當時我也知道他是亂說的 你看他的身形 就知道你不是出來行動的啦 大家有沒有看到抗爭的那250磅至300磅的肥佬在街上衝啊 蒙著臉也知道是誰了 誰有啊 我們也沒見過 算了 你喜歡怎麼說 他講到 健仔很慘 叫我幫 我就打算幫 好了 一直以來呢 我們也是 幫他盡量 能夠出錢就出錢 能夠出力就出力 結果呢 這傢伙當然是很多東西都是 亂說啦 給很多流料我們啦 放了線我們啦 好了 後來我們說不要搞了 你那麼喜歡呢 天天要去找記者 天天要去做訪問 好了 我們不搞那麼多東西了 你自己搞定了 我不跟你搞了 結果我們去了一圈 杜拜 回來車也偷了我們 尼斯湖的公仔也拿了一隻 然後 很多那些不同的東西 我連那個2000元的電飯煲都被偷了 港幣2000元 好了 還有其他啦 總之呢 稍為值錢的都被他拿走了 留下一些不值錢的垃圾 好了 那麼我們呢 一直以來都不理他啦 直至健仔爆了煲 後來才知道 原來也是找回他 健仔 到了最後也是找回他 當然啦 在香港 心急想走 任何人說任何謊話 都有人相信的啦 當時我說有條船在越南 花了一點錢 他又說他有另一條船去泰國 然後又說有條船可以直接去倫敦 他說好吧 那麼你就跟他啦 那麼你就跟他啦 是不是 很簡單而已 結果當然是糟糕了 當然沒有這回事 因為以前 有人提醒過我 就說12港銀單東西 很大機會 就是他收了錢 後來也有人告訴我 他收了哪個錢 收了那個 李宇軒 李宇軒 收了李宇軒錢 幫他走路 實際上當然沒有安排 或是 錢照收 他只是籌船票 據說籌了百多二百萬 當時他告訴我 想用我們的戶口 他說有二百萬 想轉過來英國 那麼我當然不行 任何錢 那麼大筆數入戶口 立即被人凍結 然後還要問你解釋 怎麼解釋 沒得解釋 你自己想辦法 我們不是做可以洗黑錢的東西 這些問題 其實呢 最近 大家有沒有留意 包了很多單 社運的騙案 有張秀賢 有些是龍女雞作反 有些是調轉槍頭 變節 張秀賢 黃之鋒說他10年前已經這樣感覺了 很多人都變節了 是不是 現在可以告訴大家 朝退的時候 誰沒有穿底褲 正式是路遙之馬力 日久見人心 當我們 仍然是不斷拼搏的時候 這些路遙 每一個 都會 打回原影 露出他的 真真正正的 我希望英國警方深入調查 調查多些 他後面的還有幾個同黨 最好就是把他一網成琴 不單止是這樣 有很多在英國是從事這些詐騙的 專門是食家獎的 很多這些人 其實當然他未必是做到大奸大惡 但是 使得香港人覺得 不應該再幫人 我是其中一個 為甚麼最近再要搞什麼慈善組織呢 其實就是 很多網友 是真的感動到我 有些直接從香港特意飛過來 有些在那邊 還聯絡了教會 提供很多幫忙 有些就直接幫忙 下手下腳做 自己本身要上班 亦都來幫我們做 我們看到的情況 我們如果不牽頭 沒有人做 真的 籌款就厲害 個個都懂得籌款 大家想一下 不貼出來 沒有呼籲 沒有叫人家給錢 有沒有人會無端端給錢給你呢 有 我很欣賞你 好像孫中山一樣 我很欣賞你 我現在 捐付身家給你了 有沒有 有可能 可能是 我們現在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現在問題就是 在這邊的人 很多都迷失了自我 是英國的人 他們迷失了自我 我覺得 時代革命 我們打回來的 你們全部都欠了我 個個都欠了我一輩子 要養我一輩子 那是不是 實情不是 不只是你付出的 很多人付出的 你只是說家長車 這幾天 李大 那些 那些司機 已經有10個8個被人告上法庭 現在要排期 有些已經當時沒有告 以為走得了 踢了寶 現在又告回頭 人家不用付出 人家不用委家輸難 車牌被人拍到 有些人 你說他 怕青日好不也好 離開香港 整家要想辦法走 有些 走不掉了 被人抓住了 罰錢的事少 坐牢的 很多人付出的 不只是你們的 你不要以為只是你付出 全世界欠了你 我們也毀家輸難 有誰想得到 我在香港炒樓的 我日子過得很好的 為甚麼要流亡英國 每個人都有付出 很多人都有付出 所以不要覺得 只是自己有功勞 其他人要養你一輩子 肥仔只有這種人 還有 他有很多類似的人 其實就是屬於這種人 結果他到處騙錢 他騙的錢 我想 肯定比張秀賢 不過後來當然是越來越少了 人人都沒有了 被你騙了 後來就知道你是甚麼人了 這次 我可以膽敢說 伏擊他 一定是苦主理 一定是被騙過的人 或是騙得很金 可能騙得很金 我也不奇怪 我實際上給他騙的錢就不多 不過是被騙了信任 被他出賣了 錢洗在健仔身上 我們也無所謂 當然最重要 被那個二五仔葉豪騙了一大筆錢 中間又抽水 周圍拿著他們籌款 其實我本來不想再說這些話 那麼就沒有 Miranda 說得神聖 ок 換言的不救 是不是像整個社運的人都沒有得救 我都不想講了 不過現在就出發了這樣的事 總之 正義可能會遲來 但是 就 未必一定出現 但在這一次出現 我會很開心 這次時間 我們講到這麼多吧 如果接下來有更加多的消息 我們會繼續跟進 希望警方 真真正正 你不要拿樓攤 查清查錯 千萬不要查漏 他 所有的電話紀錄 你查一下 看看他有沒有騙過多少人 然後銀行入帳 不過銀行這傢伙很聰明的 肯定不會讓你入銀行 他也未必有銀行 你要查他的老千拍檔 陳宇軒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 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裡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我們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